大家好,我是虎票胖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北京往下平均回来的开箱 这个是我带的以后送的第一匹币 用送了三四次美 这边是一个好大的 来看看啊 明镖也蛮多的 有很多都觉得没毛病了 最后都出了问题 这三枚应该是假的 这几枚应该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当时是假的 这一枚是假的 然后是 应该还有一个是纯仪 应该有三枚还是四枚假的 三枚假的应该是 对 这还有一枚假的 这枚是假的 还有一枚纯仪 这枚我认为是没毛病 就是洗的比较厉害 这枚还是我买的 这是纯仪 没收费的 这三枚收费都是假的 然后这三枚是没有收费的 剩下来一堆是花夏品级回来的笔 其他都是对的了 这枚的话是纯仪 纯仪也是比较难有的 因为它不收费 给大家看一下 是乾隆宝依据 然后这个是一个极美的一个宝权 然后呢 这边也是的啊 这边是 嗯 一个宝权 这个宝源好像也是一个朋友的 这个是我的啊 打了个82分啊 还是比较少的 这次打的整体啊 反正我是没有就一个存疑没收费 然后剩下来的都是那个都是真的啊 只不过有的可能有零标 这个啊 就给了个80分啊 状态特别好 这个给了个03啊 声音也没毛病啊 就给了个03 点郁闷啊 嗯 这个也是我的啊 这个给了个80 正面清理的很厉害 背面其实都有点母分的啊 背面 但是正面清理的很厉害 没有给零标 给了个80分 这个也是我的啊 这个也是我的 可惜了 打了个03 我也没看出他有毛病啊 这五行大步的 打了个05 这宝衣是我的 嗯 这个是我的啊 这个宝衣是我的 啊 这个母钱牛逼啊 这个母钱特别牛逼 很牛逼的一个母钱啊 滑下巴巴的母钱 这个估计能卖 能卖四五千块钱啊 这个币 这几个都是后版的乾隆家庆 你看都是六克五克的啊 都是后版的 可惜了啊 都是分数比较 比较low 这个是康熙罗汉也是我一个 这个宝衣 大家看到吧 六家庆6.4克的家庆啊 状态也很好 这个给了个零标 这也零标啊 这给零五我们也没看懂 这个其实我裸币买的时候 没看出来零标啊 也是南京那个退货的哥们给我的 啊 这就是我的东西 看来这些里面 哎 没有几个是我的呢 我说的都是小东西 没几个贵的 然后还有这一堆 很多东西都还是 不一定想象的那么顺啊 一个零五 这个是我的 打了一个八零 这个是我的 这个哥们的啊 这个是这个哥们的 这另外一个哥们的 这个八十五分的 三轨啊 这个是八十二分啊 这个是 八十二分 广化 漂亮啊 这个也是啊 顺风十里的广化 穿白 又是一个零 两个零三啊 这个八卦也是 看的 八十零五 保元当务是大样 也给了个零三啊 好可惜啊 三个零三 一个这个是那个 八十五分 这个也没有给 那个给了个零三 这状态特别好 我真没看出来 他为什么零三啊 嗯 这个币也没看出来 嗯 这一堆是另外一个哥们的 五个币 啊 五个币是 两个出风了 这个是原地八零的盒子 换盒给了个八二 这个品箱就给八二啊 感觉是低品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能给八五的 这个也是一个八五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五百 对啊 然后剩下来三个都凉凉了 都是零三 你要三个零三啊 对 就很吸水 但是呢 它反正原来有公伯的盒子嘛 放回公伯盒子再卖就行了 这两个就自己收藏留的 嗯 就这样子了 很多人都会这么选择 只有回来的一大堆的 钱币 就是效果就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一堆回来的 都是啊 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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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